參加選美穿著泳裝在鏡頭前 展露好身材 陳雅婷不顧家人反對 離開花蓮和男友一起 最後卻成了刀下亡魂 讓媽媽好捨不得 晚上有夢到她 媽媽那個東西不能丟這樣子 要帶回家 就想說 一定是她了 拿著陳雅婷的殺龍罩 做母親的一開始還認定 白骨是別人 直到夢見了女兒回來訴苦 才接受這個殘酷事實 另外一個傷心的母親 是死者姜文和的媽媽 十多年過去心情平靜不少 兒子走了 姜媽媽獨立撫養年幼的孫女長大 如今在回想當時 還是能感受到 兒子被殺害時候的不甘心 因為很多人都遇到她 他們同學也都遇到 我家書也遇到 說到公共定位 為什麼我都沒看到 明明半年前 兒子就已經慘遭殺害 沒想到附近鄰居親戚都聲稱 曾經看過姜文和的身影 甚至連媽媽自己也曾經夢到 我不用煩惱 就說兒子過後就好了 我妹妹過後 她想過年就去找我 這個夢境讓媽媽感到不安 上網查了一下 警方的無名師網站 竟然發現疑似姜文和特徵和醫物 成了破案關鍵 透過家屬指認 死者身份確認 讓原本陷入膠著的白骨案 有了重大突破 也從死者交往對象中 找出了幾名可疑嫌犯 讓人訝異的是 在釣月通年紀錄的同時 出現了無法解釋的巧合 只差一天通年紀錄就沒了 還好找到兩名嫌犯的通話紀錄 讓警方有證據順利逮人 冥冥之中似乎有股力量 在幫死者伸冤 讓當時的偵辦人員 也感到不可思議 三日新聞賴建志 黃國瑞一覽報導